大家好,我是雪莉桃,在这两天 我今天要讲的故事是三十小时 同杰同杰,三十小时他的妈妈说 我们已经长大了,要去自己盖着黄子树 然后他们长大了,然后他们看着 然后桃屋他就想一想 然后桃屋干的比较坏 然后他坐下来比较舒服 然后他就盖着黄草屋 他坐下来比较坏 然后桃屋看到 然后他就想,小屋屋比较小 他就盖着小屋 然后桃屋他不喜欢盖黄草屋跟小屋 然后他就自己一个人说 然后他看到桃屋 他就自己想,桃屋比较坏 所以他就盖着桃屋 然后有一天大爷来的时候 他的肚子好像想要找一点东西吃 然后看到桃屋他就吹一下 他看到桃屋哥 他看到桃屋哥他就跑啊跑 桃屋哥 跑到桃屋哥的家 桃屋哥那桃屋哥那桃屋哥那桃屋哥进去 然后在一边吹的时候就找了 然后他们搜到桃屋哥跑啊跑 跑到桃屋哥的家 桃屋哥那桃屋哥进去的时候 那也要吹着车 不想吹着也吹着 他就拿一个梯子来 我一路那边爬啊爬 然后桃屋哥在一夜车方 放一些木头 然后上一些火 然后大人去爬啊爬 他快要到一夜车里面的时候 他就看到猫人 我就觉得好像有火 好像有火 他就赶快地从那边爬啊爬啊 可是火的会不会很快很快 而大人来不及 大人来不及 上面的时候 他这以外就着火了 从此以后大人就不会了 就三个小火了 谢谢大家我讲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